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最新卫星影像显示 中国在与印度有争议的边境 部署6架先进的歼20战机 中印之间长达3380公里的争议边界 称为实际控制线 沿线的军事局势紧张 这两个拥有核武的亚洲大国 均持续在山区增援部队 并建设基础设施 2020年6月 这场延续不断的边境争议 爆发成致命冲突 两国40多年来 首次发生造成死亡的冲突 至少20名印度士兵 和4名中国士兵丧生 此后紧张的军事对此持续4年 双方在东拉达克地区 边境部署数万名军队 印度退役将军 现为新德里国际基金会 高级研究员的夏马 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在日卡泽 部署测试第五代歼20引踪战机 战机被射程超过了300公里的飞弹架 大幅升高了印度的威胁 再次发生了一遍 谢谢大家